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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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不是治愧? 除了前面的 所以這裡就講到何以故 因為它透過問答 它是透過問跟答 那是答的部分 所以為什麼這麼說呢 是因為誓諸眾生無父我相 人相眾生相受者相 因為這裡的我相 以這四相來講的話 以我相為首 那我相的什麼相對就是法相 因為法是我所 然後呢 無法相呢 會跟什麼 再加一個 這個非或者無 也是相對的兩邊 所以無法相亦無什麼 非法相 法相跟非法相也是相對兩邊 那這裡都用無 是不是就是所謂的不落二邊的意思 這邊不落二邊 這邊也不落二邊啊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誓諸眾生若心取相 所謂心取相是不是就是著相啊 那麼則為著我人眾生受者的意思 如果取法相 那麼也是著了我人眾生受者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如果還取了非法相 是不是也一樣著啊 所以用無去破除我們的取或者著 我們是不是都很習慣於著或者取啊 如果沒有對波瑞經典熟悉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一切是不是都是去取啊 著啊 在向上 那透過波瑞經典呢 緣起信空 透過信空是不是就是要讓我們去離向 能夠離向的執著嘛 所以呢 透過信空 透過信空的話 那就是要不去執著 不去執著 因為一旦取 所以這裡是先講的是無 然後說取 如果取的話就是著了這些像 那原則上應該是什麼 是無我像 無法像 無 亦無非法像 無才是對的喔 才是正確的 為什麼 因為它是深入因緣的平等性 對不對 因為它深入因緣的平等性 那是聖者的境界 而我們凡夫是不是就是著在這些現象上啊 好 所以我們會心取相或是取法相 或者取非法相 好 那都是著了我人眾生受者 事故不應取法也不應取什麼啊 非法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非法 非非法 能夠不落二邊 能夠不落二邊 法跟非法都不應該去取 也是不落二邊 以事異故如來常說 如等比丘 這是佛陀所說的說 你們這些比丘們 其實佛陀的四眾弟子就以比丘為首 所以往往提到比丘也等於是四眾弟子 知我說法如發育者 如 那個克莫德耶 對不對 從此案度到彼案嘛 那此案 那麼叫做法 那彼案可能就叫非法 那法上因捨何況非法 所以呢 法上因捨何況非法 是不是也是兩邊相對的兩邊 法與非法 法與非法 所以有兩個解釋嘛 對不對 一個是正法都尚且要捨何況寫法 或者法相也尚且應該捨何況因緣法 對因緣法是不是也不能起執著的意思啊 也不可取執著 都不應取嘛 不管法與非法 是不是都不應取 都要能夠不落二邊 都要能夠不落二邊才是 所以 兩對的不落二邊造成了所謂的三項 並極 我要落於這三項 反而應該要讓這三項 是不是都融在那個因緣法當中啊 所以透過 否定式的佛號 像極是不是也是屬於否定式的佛號 我們就要習慣去看否定式的佛號 所以我們說否定式的佛號 會是佛 尤其是在佛法上或者經典裡面難懂之處啊 因為他講的是深系的因緣法 那因緣法是充滿了平等性 是不是才有可能從我們不平等的相對的二邊 而達於不落中道的平等二邊 那個就叫諸法實相 那個就叫諸法實相 好 我們再回到 剛才講的舉聲聞為政 舉聲聞為政 所以有前面的這個出國二國三國四國嘛 雖然他名為這些 但是時無什麼 所入 對不對 信空 他名為 這是不是 也是名 等於說也是緣起 信空 因為緣起法 現象上才有明相可言 而時無所入 時無往來 時無不來 這些是不是都在講他的信空啊 所以時無所行 都是在講信空 好 所以這裡講到三國 我名為 名為不來 而時無不來 而時無不來 名為奧納罕 所以須佩提 予以明和 奧羅漢能做思念 說我得奧羅漢嗎 那須佩提說 不也是尊 時無有法 沒有時有的法 叫做奧羅漢 也就是說奧羅漢 他不是始法 不是始有不變的法 所以呢 須佩提就講 世尊 如果菩薩 奧羅漢 做這樣的念頭說 我得了奧羅漢到的話 那是不是 著了我 人 眾生 受者 就著了相 著了這四相 著了這四相 那奧羅漢呢 他當然是不著相 才可能達於四國 出國都不著不著相 更何況到四國 是不是 所以呢 那須佩提就對世尊說 佛說我得 無爭三昧 人中最為第一啊 因為奧羅漢 那個須佩提 也等於 是這個無爭三昧 人中最為第一 那是第一 禮遇奧羅漢 是四國 四國的奧羅漢 是第一 四國的奧羅漢 也叫做第一禮遇的奧羅漢 所以呢 我既然是 就說第一禮遇的奧羅漢 我當然是不做試念 我如果做試念 我就沒有禮遇嘛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一旦做這樣子的念頭 表示我還有所執著 世間的種種 我們著在世間法上 是不是就會有 有所 等於是有所欲望的 所以呢 它是禮遇奧羅漢 不能說我是 的本身 是不是有我 執著的成分在這當中 所以呢 虛普提就對世尊說 我如果做這樣子的念頭 說我是得奧羅漢 道的話呢 那世尊就不會說 虛普提是勒奧蘭那行者 所謂的勒奧蘭那行者呢 也等於是 他願意 能夠 這個 離群所居 好好自我居 這個 修行的 因為 就因為這 乙呢 就因為虛普提 十五所行 因為他是 第一禮遇的奧羅漢 所以他十五所行 而名為虛普提 是勒奧蘭那行 勒奧蘭那行 所以呢 這裡的勒奧蘭那行 來說的話 也等於說 是禮遇的 他是願意 離群所居者 所以呢 勒奧蘭那行者 好 所以呢 這個都是十五有法 沒有不變的法 因為在因緣法裡頭 是不是否定了不變 獨存性跟什麼 實有性 這些都 在因緣法裡頭 都是 都是不存在的 他是在因緣的法性上的不存在 不是現象上的 現象上他是有 比方說 如來有所說法也 在相上有沒有說法的相啊 有 但是 因為他信空 就因為他信空 所以說 如來無所說法 不是在否定相 就像我們說 無我不是在否定我相 是在講我是什麼 信空的 我是眾因緣合合出來的 眾因緣禮善的我而已 是在講因緣的我 不是現象 不是否定現象上的我 好 接下來是 就是 舉菩薩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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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頭有證說 跟教德 所謂的教德 就是在比較德恨 德恨本身看不見的 所以在教德 是不是都要先用一個有形的 有形象的 的那個 布施的功德 他只不過是去播種他所得的福報 福德是不是就很大 然後再來說 如果能夠授持或讀誦這部 金剛經或者是 甚至只是四句記等 來為人說的那個福德都還要勝過 表示他這個福德 能夠授持經典的 尤其屬於伯瑞經典的可貴 所以正說 裡面就有所謂的德無聲忍 嚴禁佛土跟成法性身 所以舉菩薩為例 舉菩薩為例就是走這一個路線的 因為透過菩薩的成就呢 才成佛 尤其我們現在已經講到所謂的明心菩提 他也就是無聲法忍 而且他嚴禁佛土成就法身 盡須空界的法身 盡須空界的法身 好 所以呢正說裡面得無聲忍 佛陀告訴虛菩提說 講到這裡有沒有什麼意見啊 如來襲在燃燈佛所 與法有所得否啊 因為如來在這個行菩薩道 到二大歐生期間滿的時候 他是一位雪山童子 他在雪山修行 告一個段落 那麼告別師父就下山去了 到了城市當中 發現大家那個城市當中 張燈結彩啊 就問那裡的人說是發生什麼事情呢 他們就告訴他說 是有燃燈佛要來這個地方說法 有一位燃燈佛要來說法 那他就想到說 那我應該要來供養燃燃佛 他就把他身上所擁有的這個 五百兩的黃金啊 那到處去找 好不容易找到有一個女子在賣什麼 五朵金色蓮花 他就把他所擁有的這些錢拿去 怎樣買了那五朵金色蓮花 而且這個女子還講說 不是只有你用這五百兩黃金來買 你還要娶我五百世為妻啊 我們一般想說 我怎麼那麼貴 我們為什麼會覺得貴或者為什麼覺得我 就是說 有猶豫 是不是還是站在我的立場啊 他呢完全都不去想這些事情 他就覺得我這個時候供養佛陀太重要了 那麼他說不假思索 反正你開什麼條件我都願意了 是因為無我的關係 我們很多條件都不願意都是在 在算一算我的利益 算一算都在春經論量的喔 是不是都要想想 這樣會不會合不會合 會合不會合是不是都還是很自我的啊 好 那他拿了五朵金色的蓮花呢 去供養佛陀的時候 佛陀這樣非常威夷詳細的走過來的時候 正好要踏在一個 蛙 凹下去的那個污水的地方 他看到佛陀他馬上跪下去 把頭髮就放在那個污水蛙裡頭 讓佛陀踩著他的頭髮過去 他生怕去污染了佛陀尊貴的家 所以這個那個 燃燈佛一看就說 這個人已經怎樣完全去除了巨神我之 第七世的雜染已經沒了 才可能完全的無我 沒有任何自我的考量 所以呢就為他怎樣受祭 說你將來必定成佛 在娑婆世界 你的成佛的佛號就叫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 所以就為他受祭 所以我們說二大歐生期節滿 正得無聲法忍自然會有 諸佛來自然會有佛陀來為你受祭 為你受祭 是因為他不再退轉 行上的不退轉 他已經經過信的不退轉 為的不退轉乃至到行的不退轉 行上的不退轉 如果只是為的不退轉呢 我們說那個叫做聖者自正 正出國二國三國四國 聖者清楚不清楚啊 當然清楚才叫聖者嘛 我們凡夫就不清楚了 如果我們不清楚 表示根本不是聖者 聖者他一定是清楚明白的 聖者 所以說聖者自正 那到第二大歐生期節 滿的時候所謂的無聲法忍 必然蒙佛受祭 所以呢 這裡就在問 須菩提說 聽到這樣你覺得如何呢 如來佛陀他過去 曾經在燃燈佛的那個地方呢 來蒙佛受祭 那與法有所得否啊 是不是有什麼樣子的 什麼珍貴的某某大法來讓你得呢 那須菩提當然就講 布也是尊 如來在燃燈佛所與法 實無所得 其實是實無所得才對 雖然蒙佛受祭 雖然蒙佛受祭 實無所得 有受祭的現象 但是呢 因為信空的緣故 而且是完全 那個等於是從波瑞道而 要進入了什麼 方便道了嘛 從明心菩提其實已經要出 能夠能夠出 到出到菩提 要出這個明心菩提了 所以與法實無所得 所以能夠實無所得才是可貴的 而我們都一直以為實有所得 實有所得 是不是就執著在那個地方 一旦執著了就受到束縛嘛 就不得以自在 哪一致生死輪迴不已 這個就是我們凡夫的特質 所以呢 佛陀在他行菩薩道的這個過程當中的 得無聲人 也就是在蒙佛受祭 但是對於法上是實無所得 是無有定法的 無有定法 因為每一位蒙佛受祭的菩薩 是不是都不同的現象啊 都有不同的因緣 但是相同的會是 他們的這種第七世的雜染 完全轉染成淨 轉染成淨的狀態 好 那第二個呢 就是要能夠嚴禁佛徒 所以佛陀對於徐菩提說 聽到這裡有沒有什麼樣子的意見呢 如來菩薩莊嚴佛徒否啊 其實菩薩呢 這個 也就講到波瑞將入必進空 絕諸細論嘛 但是方便將出必進空 沿土守生有沒有 他要出那個必進空 出明心菩提說 修的出道菩提其實就是要莊嚴佛徒 就是要莊嚴佛徒的 這樣子的現象 這種現象它是緣起的 並且是什麼 性空的 所以 則非莊嚴 只不過名爲什麼 莊嚴而已啊 不要去執著 這樣子的現象 因為所有 所有蒙佛受寄者 他的這種 嚴禁佛徒的方式 是不是也各有不同啊 不是一模一樣的了 所以呢 釋迦牟尼佛也就對 徐菩提說 事故 徐菩提 諸菩薩摩河沙 因為明心菩提 已經達於菩薩摩河沙 因如是生清淨的心 他自然會生起清淨的心 因為他的第七世已經轉染成淨了嘛 所以他自然會不注射生心 不因注射生心 也不因注生香味觸法來生心 因無所助而生其心 他是無所助而生其心 也等於說只問耕耘不問收穫 他在收穫上沒有任何的一絲的什麼 執著 是因為透過了信空 透過信空 在我們說所謂的波瑞行者 是不是應該要 努力在什麼 因緣的耕耘 而不在果報上的追求 果報的追求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果報是透過因緣成熟自然合合而成 自然合合而成 不是我們去追逐來的 所以呢 嚴禁佛徒 莊嚴佛徒則 則非莊嚴世明莊嚴 他是無助而 因無所助而生其心 並且呢他成法性生 所以呢須菩提 譬如有人身如虛迷山王 魚翼雲何事 身為大佛 如果有一個人他的身不斷不斷不斷的 擴大擴大擴大到像虛迷山王一般 他的身是不是非常大 所以我們說菩薩道上 他是不是就是從聖賢菩薩一直擴大 擴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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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什麼 成佛 那是身的擴大 那也是會從色身到法身 透過色身的修行 哪一次到法身的成就 所以須菩提就回答說 哇聖大師尊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佛說非聖是名大聖 所謂的聖 他是信空 也因為信空是會打破界線打破界線 他才有機會去怎樣去長大 才能夠長大成為大神 才能夠名為大神 所以我們說這個就是法性生的什麼 的成就 他是不是不斷不斷不斷的成長到 盡虛空間 盡虛空間 所以得無聲忍 他會蒙佛授祭 所以這是雪山童子 雪山童子的一個故事 那須菩提 因為身見法性 所以他回答的是十無所得 所以呢 這裡會講到說 波瑞將入必進空 覺諸細論 但是方便將出必進空 沿土熟生 那其實是無法可傳 如果有法可傳的話 反而落於魔道 要說是無法 與法實無所得 那是不是才跟信空 因緣法才能夠相應 這是第一個部分 然後第二個部分 就嚴禁佛土 所以他得無聲法忍的菩薩置業 就是莊嚴佛土 成熟眾生 成就眾生 所以莊嚴佛土者 即非莊嚴世民莊嚴 對不對 才能夠成就佛陀的法性生 盡虛空界的法性生 那是佛生的什麼 長大 世民大生 所以佛說 非生世民大生 前面的就省略掉了 這裡的非生 因為這個所謂的生它是信空的 是透過因緣而成就的 只不過名為什麼大生 好 那正說之後是不是就是教德 教德 好 徐菩提 這是釋迦摩尼佛就問徐菩提說 如果如同橫河中所有沙數 這沙數是不是無限無量多 而且每一粒沙都成為一條橫河 叫做沙等橫河 你看這樣沙是不是更多 無數倍乘以無數倍了 如是沙等橫河的沙 那是不是更為多 是誅橫河沙 您為多否 這是不是已經無法算計 一條橫河中的所有沙都無法算計 更何況沙等橫河的沙 是不是更無法算計 所以徐菩提就說 哇 聖多聖多是尊 但諸橫河上多無數 光是一條橫河沙的沙數都已經無數 更何況 就是說只是講一條橫河的沙都何況 是無量無數 更何況沙等橫河的沙 哇 更是 所以印度人他們的數學是很厲害的 而且聽說所謂阿拉伯字是 印度人發明 不是阿拉伯人發明 尤其是零 光一個零 你看多一個零就多十倍 多一個零就 聽說全球的那個 軟體設計的能力最強的還是什麼 印度人 所以印度人他事變的能力是很強 他可以事變到非常細密 這也是佛陀為什麼會誕生在印度 而不是誕生在中國 中國比較 中國比較 那種歸納法比較 比較強 印度的分析法比較強 他們那種思變的能力是非常強 因為我們從凡夫到能夠超凡入聖 是從初分別到細分別到根本無分別制 進入諸法時 像他叫做根本無分別制 之後出了根本無分別制叫做後德制 才叫做後德制 所以透過佛法 初分別都在向上叫做初分別 而細分別就是要深入因緣法才可能細分別 到放下 到放下 因緣的那個三個特性 對不對 放下自信妄指才能夠進入所謂的根本無分別 所以分別那個 分別的能力要很強 思辨的能力很強 才可能向上提升 在果位上的那種進展 所以呢 佛陀就說 虛佛提 我今實言告辱 我說實在話的告訴你呢 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用七寶 滿所橫河殺術的三千大千世界 前面只是講三千大 一個大千世界叫做三千大千世界 現在是橫河殺等殺術的三千大千世界 已經是無數倍的二次方了 那麼 是用七寶來當作種子 那是很多很多 然後種子下去 下了種子獲得的果報 那更是無限無量嘛 以用布施所得的福德 是不是非常之多啊 那虛佛提就說 這聖多啊師尊啊 所以佛陀就告訴虛佛提說 如果善男子善女人 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聚祭等 為他人說而此福德 聖前福德 前面我們也很難做得到 但是我們在這部經典的受持 甚至用四聚祭等來為他人說 這個是我們比較能夠做得到的 尤其在我們明白以後 所以呢 這個時候 佛陀就告訴虛佛提說 誰說是經乃至四聚祭等當之此處 能夠受持這部經 而且是其中的四聚祭來說的話 那麼就要知道這個地方的所有一切 天人 跟奧修羅等呢 皆因供養如佛塔廟啊 只要有這部經在的地方 就如同有佛塔 因為佛陀在世的時候以佛為主 佛陀入滅之後以什麼 設立塔為主啊 佛陀入滅後 就以佛塔為主 所以 有這部經在的地方 等於是有佛寶 有法寶 乃至聖寶 三寶俱足的狀態 所以如同佛塔廟 因為佛塔廟它本身也要有聖寶的去護持它 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這部經典的話 那那個福德就更大了 所以呢 虛佛陀當之世人成就的是最上第一稀有之法 因為 波瑞經典能夠讓我們 從這個 暖鼎忍是第一 超越了世間法而釋出 甚至因為行菩薩道士標 釋出釋入而無礙 所以成就的是第一稀有之法 若是經典所在之處 則為有佛若尊重弟子 這個就是三寶俱足的狀態 這部經典是法寶 對不對 等於是有佛寶一樣 因為法寶是不是由佛陀來宣說的 然後由佛弟子 生寶來助持正法 是不是等於三寶俱足啊 所以為什麼說 受持 這部經典乃至 四句祭等為他人說的福德有這麼大 前面也講到說 因為屬於這個波瑞經典它是不是諸佛之母啊 它是成就了什麼佛陀 造就了佛陀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所以這個是教德 表示能夠受持讀誦 乃至四句祭等為他人說的 這種的福德呢 有多麼樣子的可貴 也等於是三寶俱足的一個狀態了 所以呢 這裡就講到說 以佛式來講 三寶以佛陀為主 因為佛為法本 法從佛出 到佛滅後呢 生文時代 三寶以生且為主為中心 有生寶就有法 法寶跟什麼塔廟 這塔廟等於是佛寶 到大聖佛教呢 三寶以正法為中心 以正法為中心 只要有法寶存在的地方 也等於過去有佛有生 也是都是三寶俱足的狀態了 三寶俱足的狀態 所以我們說要讓三寶 我們常講說佛陀在世 宣說佛法正法呢 能夠延續一千年 之後是不是向法一千年 然後就進入末法一萬年 說實在的這些數字都無有定法 如果我們眾生認為三寶應該長存在世間 大家共同的互持是不是會延續啊 縱然在末法一樣可以聽聞到正法 因為所謂的正法 項法 末法 也不是用現象來切開 因為因緣它是不是互通啊 所以我們現在是在佛陀入滅後的2500年 我們已經進入末法時期 但是我們一樣還是有機會聽聞到正法呢 所以我們要知道正法的可貴 這是教德 所以我們等於從波瑞到次第裡面的 發心菩提 福心菩提乃至到明心菩提 這是佛陀開示次第 開示次第 然後進入勸發奉持 勸發奉持 勸發奉持 那勸發奉持裡頭就有示奉持的形象 探奉持的功德 有沒有 這一樣都是在第一頁的這個講義裡面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勸發奉持裡頭 是不是有奉持的形象 在透過問答 然後就正說 化法離言 化處非時 化主無相 為什麼要離言非時無相 因為信空的緣故 就因為信空 雖然法處處好像是有相的 但是是不是要從相友而進入信空啊 要從相友而進入信空 這是奉持的形象 好 所以透過問答 所以爾時 須菩提就請問佛法說 世尊當何明此經 我等雲何來奉持 因為佛陀透過 金剛經 透過須菩提請法的這樣子的一個法會因緣 講到這裡的時候呢 須菩提為什麼要請問佛陀 因為這個時候正是要畫龍點睛的時候 等於前面所說的法的最核心的部分是什麼 好 因為所謂的經提是不是就代表著整部經的一個精神呢 因為透過經提的時候 那麼也是我們如何去奉持 去奉持這部經典 好 所以呢佛陀回答 就有正說 裡面畫法禮言 畫處非時 畫主無相 然後再透過教德的方式 所以畫法禮言 佛陀告訴須菩提說 這部經就名為金剛波瑞波羅蜜 以示名字呢 如當奉持啊 也就叫做金剛波瑞波羅蜜 因為波瑞本來就是讓我們能夠波羅蜜的 能夠在修行的果位上面的提升 並且呢 因為這種波瑞它如同金剛一般的明鏡快力 所以呢 透過它的那個最核心的 其實就叫做金剛 而且它是非常珍貴的 它是 在形容的是波瑞 透過波瑞呢 去能夠調伏我們的煩惱 乃至去斬斷我們的煩惱 那以示 用這樣的名字來講的話呢 入當奉持啊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佛陀所說的波瑞波羅蜜 則非波瑞波羅蜜 因為一旦講到金剛波瑞波羅蜜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又很容易又去執著那個明相啊 因為一旦有像我們習慣性就是馬上去攀著 馬上去取著 所以佛陀為了要破我們這樣子取著像的心 所以呢佛陀就說 所謂的波瑞波羅蜜其實極非波瑞波羅蜜 因為波瑞波羅蜜它是信空的 不是對所有人都有效的咧 相應是不是才有效啊 而且要正確的理解是不是才有效啊 也是要種種諸多的因緣條件咧 所以呢佛陀就對徐菩提 所以它則非波瑞波羅蜜 所謂的波瑞波羅蜜不一定如同能夠如同金剛喔 那也看在什麼樣子的佛弟子 來使用它的根基如何 它的這個智慧如何種種 所以佛陀對徐菩提就講 聽到這樣有什麼意見啊 如來有所說法否啊 如來是不是有所說法呢 徐菩提就回答說 世尊如來無所說 不是在否定佛陀說法的現象 而是在講佛陀的說法是不是 無有定法 無有定法 因為信空 也可以說 無所言說 是在講信空 是在講因緣 因為否定式的符號是在身觀因緣 不是在講表象 並非在講表象喔 所以這個叫做畫法禮言 畫法禮言 重點不在於言語的本身 其實是在聖神的法義 因為要透過文字波瑞 讓我們起觀照波瑞 是不是才能夠達於十項波瑞啊 但是達於十項波瑞的時候 還要放下呢 是不是還要放下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是透過不斷的去放下 當然我們透過文字語言本身 千萬不要去緊抓著不放 我們要知道語言文字乃至圖像 是不是只是一種工具啊 其實它就是一種工具嘛 我們要善用 我們要善用工具 而不是被工具綁去了 所以呢 這個如來無所說 是因為畫法禮言 透過信空 透過信空而畫法禮言 雖然佛陀弘化佛法本身 是透過語言文字 但是更可貴的是 是讓我們達於諸法實相的那種 覺諸希人的境界嘛 乃至呢 畫處非時 所以佛陀又問須菩提說 魚魚雲和 用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的圍城 三千大千世界很很大的範圍 圍城是不是很小很小 那它的數量是不是很多很多啊 是為多佛啊 虛菩提就回答說 我勝多世尊 虛菩提 佛陀就對虛菩提說 諸為成呢 如來說非為成 世民為成 如來說世界 非世界 世民世界 叫做畫處非時 是 看起來圍城 我們以為圍城是石有的一顆一顆一小粒一小粒的不是啊 其實圍城它也無有定法 只不過說它如果萃為圍圍圍圍圍的數量當然很多 但是每個圍圍是不是也都不大一樣啊 而且它那個這個是小的部分 大的世界也是喔 佛說 如來說世界 非世界 世民世界 所以我記得在大概三十年前吧 在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看到 放大到八萬 幾萬倍的那個顯微鏡 看到的世界真的是不一樣的世界 那次也是給我很大的影響 從那裡我去體會到金剛經講 佛說世界 即非世界 世民世界 用不同的高度看到的世界是不是不一樣啊 繁複繁複看到的世界 佛陀佛陀看到的世界 佛陀的佛眼 不需要再透過這些儀器耶 佛陀可以看到非常微細的 也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大的 透過顯微鏡的放大看到的世界真的不一樣 那個 糖 砂糖的一顆砂糖 它放大出來就像大岩石一樣 就像岩石 還可以再把它打碎再去看到裡面 乃至再去看到它的電子原子分子的那個 那個劍動來動去的 它是一個動態的世界 我們覺得岩石 岩石以為是靜態的 其實它還是由電子原子分子所構成的啊 它也是有它結合在一起的那些劍 那其實它是一個動態的不是靜態的 所以我們說這個桌子 我們說佛說桌子即飛桌子 世民桌子 我們以為桌子是靜態的 它其實桌子是動態 它是原生出來的 它現在是不是也在原滅中啊 我們肉眼看不見啊 它可能幾十年後壞掉 不是幾十年後突然間壞掉解體的 是從現在就開始在 是不是就在原滅 就在原滅 那這樣子的是我們 第六世的一個想像啊 我們肉眼看不見的 但是能夠透過 第六世的理解 所以我們說我們打造慧眼是打造在第六世 不是肉眼 不是肉眼喔 所以 桌子它本身是不是也非十啊 它不是時有不變的 它不是緊緊密密實實在在的 全部集合在那裡然後不變的 不是啊 它其實也是一個動態的世界 其實也是動態的世界 所以這叫化處非時 並且呢化主無相 所以佛陀對虛佛提說 欲吟河 可以三十二相來見如來嗎 如來它本身就是具有三十二相 但是呢 虛佛提也說不也是尊 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佛如來說三十二相 即是非相 是名什麼 三十二相 佛陀之所以能夠獲得 獲得三十二相 那是福報所成 轉輪聖王也是福報所成 它也具有三十二相 所以不能用三十二相來判斷說 他是佛陀還是什麼轉輪聖王 說實在的 如果用現象上沒有太大的差別 因為那是福報圓滿的相 但是佛陀跟轉輪聖王 那是不是差距甚大啊 差在哪裡 佛陀的智慧 轉輪聖王沒有佛陀那麼高超的智慧 沒有那麼高超的智慧 所以不能用三十二相來判斷 因為所謂的三十二相 是不是也是緣起的啊 也是信空的 他不過就是什麼 唯明啊 不過就是唯明 所以呢 透過正說之後怎樣 教德 所以佛陀對虛菩提說 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 以恒河沙等生命來布施 前面也是 前面講的是恒河沙等的七寶 跟生命來講的話 生命是不是還比七寶更珍貴啊 用累劫術士的生命來布施 那個福德是不是也非常之大 救人一命盛造七層浮屠有沒有 能夠救人命 那布施人命是不是更難啊 外財容易內財難 當我們的色身發生問題的時候 我們都很願意捨外財 只要救得了我的生命嘛 對不對 所以要布施內財是不容易的 捐血還可以喔 捐髓就開始 猶豫會不會身體就變得不好啊 之類的 乃至到捐器官是不是 乃至到捐大體 這個都是不容易的 這都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呢 用恒河沙等生命來布施呢 不是只有一次而已耶 不是只有一輩子耶 是累劫術士 像恒河沙的 那麼多的累劫術士 就是每一世都願意如此的來 來布施給眾生 哇那這樣子的福德是不是非常之大 但是如果有人 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聚祭等 為他人說呢 欺負甚多啊 他的福德也是大的不得了 如同甚至還超過 以恒河沙等生命來布施 好 所以這個是比較詳細的 來解釋 當和明此經 活等雲和奉持 所以呢 透過經提 經明呢 其實就是要益持全經的什麼 心要 那 畫法離言 畫處非時 畫主無相 都是以相友而 了達性空 放下之種 對不對 重新的認識 透過相友 那麼深觀因緣法的空性 也就是平等性 重新的認知 知道自性是我們望之出來 是不是就得要放下 而達於性空的意思 畫法離言 畫法離言 所以呢 佛說波瑞波羅蜜 即 則非波瑞波羅蜜 緣起性空 那後面這段就是省略 佛有所說法也 如來無所說是性空 世明說法 說法它是無有定法的 佛陀 佛陀向來都是應機說法 觀機鬥教 那 其實任何人也是如此 因為不同的因緣 是不是就有不同的說法 它不可能一模一樣 不可能 所以到畫主無相 畫處非時 大大到 近虛空間 小小小到微塵 也就所有的一切 不管它的大小 不管時間 不管空間 是不是都是性空的 都不是 時 有不變的東西了 所以都是從這種 自性非有的本性空當中 來觀察 微妙 這個微塵跟世界 無非都是 緣起性空 其實都是緣起性空 所以畫處非時 佛說世界 即非世界 世明世界 畫主無相 佛說三十二相 即是非相 世明三十二相 到教德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也是 都是非常可貴的 所以呢 用生命來布施的那個 功德 是不是更大 但是呢 它也是 並非時有的 能夠受持獨送 這部經典的那個 功德 是不是還會勝過 好 我們今天的課程 就先到這裡 告一個段落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簇持忠華護身協會 郵政華波 付名 中華護身協會 華波帳號 42138483 42138483 銀行帳號 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 账号012-001-195-679 012-001-195-679 护持护生放生超度阴生卫生胎儿 2022圣诞草地派对 音乐工艺市集野餐 活动日期12月25日星期日 下午1点到5点 活动地点 新庄国民小学 南投县草屯镇新庄三路32号 精彩活动内容 圣诞派对 音乐表演 歌仔戏表演 草地野餐 跳蚤一脉 蔬食夜市 小农市集 做回馈社会的事 当日活动所得及募捐善款将全数捐赠 以发展偏乡教育 帮助弱势家庭 协助身心障碍及独居老人 让爱充满力量 用爱看见希望 主办单位 台湾基纳 偏乡教育发展协会 协办单位 南投县草屯镇新庄国民小学 佛教慈悲志业基金会 南投分会 大家好 我是姓德鲁 做COVID-19疫苗 可以感觉感染以后的当情 和希望方向 为了保护自己 和生活边的亲友 我已经资 第四个疫苗了 除了这以外 维持风亿好习惯 也很重要 我脱眼 咕着生笑 可是说 如果有很亲戚的竞争 可以先做 快筛 也且都关心中部 有万性别 也是中台这边的亲家朋友 也很多变化 请你 给我做回 万健住疫苗 传合风亿物资 露心风亿 好安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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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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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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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世间把大湖发尽顶礼 我等如今所作主誓言 一切正能脑海细笑你 生缘曾照所愿如一场 起言起响如一夕圆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